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除 出三次气 这个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除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降测 这种歌曲 看到他们是三次é 就是如此 云内争灵 以后 云内争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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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想就是啊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那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生起来 然后呢就是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用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照 就是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用来的这个信息来说 就是用来的这个信息来说 就是用来的信息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但对别人不能传恨心 而且应该反过来说 对自己伸臣恨心才对 是这样一个教言正在叙述当中 那么颂词里面这样说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些人没有利养的话 实在不行的 应该需要利养 但这种说法是颠倒的 是不合理的一种想法 因为你即生当中得不到利养 实际上是对自身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有一定的原因 什么样的原因呢 因为往昔自己曾经在做人的时候 没有对一些乞丐 对一些可怜的众生进行布施 反而以吝啬心抢夺别人的财产 或者说摧毁别人的生命财产等等 造了各种各样的恶业 那么这样恶业的果报 今生当中已经出现了 出现的时候 我们按理来讲 自己与别人同等的时候 得不到利养 得不到名声 应该有一种惭愧之心 应该自己内心当中 像我这个坏人生生世世都是没有造福报 那么今生当中也是 处处都遇到灾难 困难 那么连别人完全得到的这种利养 也是我得不到的 所以反而应该获持自己的 而不应该对别人进行有竞争之心 应该你不得 没有忧伤 惭愧之心 反而对别人有一种竞争 贪毙 始终都是认为的 你看别人已经得到了 什么样的名声财产了 那么我为什么是得不到的 然后为了得到这样世间的福利 就是这样的利益 就自己开始进行盘比 进行剥夺 进行竞争 去竞争 这是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没有这个意义 尤其是世间上曾经陪过福报的这些人 我们一般的小人 不应该对他们仅仅计较 他们前世的福报 和自己所造的福报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而是因为福报不相同 今生当中的我的所作所为 也可以体现出这一点 因此我们始终都有一个非常深深的因果观念 这个佛经当中也这样说的 欲知前世因 今生数者是 欲知后世过 今生坐者是 对孩子佛经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破除障碍我所欲则》 这个分两个方面来讲的 第一个 破尘对原地造罪 造作障碍在 那么敌人受苦 对自己是没有利益的 就是这个分两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是敌人受苦 对自己没有利益 讲这个问题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些人 始终认为是让自己 关心不好的敌人受到痛苦 让他弄得闷闷不乐 痛苦不堪 那个时候自己心里面 非常的高兴 觉得 你看我对方的敌人 今天遭到了痛苦 受到了一些毁谤 如果对方真的受到灾难 受到痛苦的时候 我们作为大乘佛教徒 千万不能生起欢喜之心 别的对方 受到了这些痛苦 在你从内心当中来讲 有什么高兴的呢 不应该有任何高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受到这种灾难 或者痛苦的话 实际上这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他自己在前世 造的各种业 在即生当中 一定成熟了果报现前 那么我们何必去 对他现前恶业的果报 再进行水行 就没有任何用的宣说 总而言之 对怨恨的敌人 最好不要有恶意 别人受到灾难的时候 你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就是没有什么可高兴的 那么有些人唯一的盼着 盼望着让敌人受着痛苦 受着痛苦的话 这也是不合理的 你怨他受苦 这样别人不一定真正成了损害的因 因为别人的因果关系 并不是随着你这个想法而去的 你想 但愿他断命 但愿他不要发财 这些你也并不是像古代的 真正的一些 成就真实语言的仙人一样 成就真实语言的仙人 他就骂一句 或者说一句 马上会实现的 所以我们内心当中 如果有了这样的恶心 反而就是坏了自己的 再次告别的 获主 这一天 这天 你 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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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 愿敌人痛苦之心实际上是有害的 就是如果我觉得 愿这些敌人受到痛苦 这种心应该说是不合理的了 他这里说有些人 本来我们前面也讲过 我们发愿让众生痛苦 让他人遭受灾难 那不一定是你所想的成功的 即使说你所想的这种道理 怨恨的敌人真的是受到痛苦 而你真的如愿异常 那这样你到底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快乐呢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 每一个众生的苦恼 主要积极于自己前世的业力的成熟 并不是我们发一个恶愿 马上对方出现这样的果报 但是如果以不同的因缘 别人受到痛苦的话 你只有百种损害 而没有一丝一毫的利益 你有什么可快乐的呢 绝对没有任何值得可快乐的 如果对方说 别的都是没有的 但是我的心情好舒服 因为平时我们关系不好 别人经常害我 一旦别人受到灾难 受到痛苦不顺利的时候 我就心里面非常快乐 好舒 很幸福 所以说 我要但愿让对我关系不好的所有的人倒灭 不要让他们一切形象失诚 就这样发恶愿 那这也是不合理的 这种恶愿实际上 只不过是 你自己不知道因果的关系 如果你真正知道 是因果豪利不爽的这种道理 那么对你自己来说是 造成再没有更大的危害了 也就是说 你自己经千百万劫当中 堕入恶趣当中 受煎熬的痛苦 所以说 这样害他的心 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 以前噶当派的一位格许 叫做想巴格许 他也是说过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有害他的心 那么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有菩提心 当然我们如果在不相续当中 真的要想害他的念头产生之后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立即要忏悔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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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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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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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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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与嗔恨的与佛 发出力量的铁钩 然后已经铬住了 那我已经陷入在 与佛所安排的 刚才那个嗔恨所安排的 地狱的路里面 一定会感受 淡然的凶哭 这是从字面上 也是比较好动的 但意义上 这是作者对我们用了一个 非常深重的比喻来说明的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经常也是看见渔夫钓鱼 但在这里整个轮回 比喻成千言不虚的江河 然后渔夫 魔王火讯派来的 嗔恨为主的无毒烦恼 无毒烦恼就像是渔夫一样 然后我们世间当中的妙语 就像渔夫为了构造鱼的幼儿一样的 而渔夫他经常 我们也可以这么讲吧 比如说世间的这种 然后这个地狱 他这里比喻成渔夫用的鹿 装鱼的小口大腹的瓶子 然后得到这个鱼过后 到了火里面 在渔谷里面开始煎熬 享用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 以这种方式来比喻 发这种五种贱 贪心的贱 嗔恨心的贱 然后这个众生 实在是没办法 只是看见世间的这些鱼鳥 为了获得利昂的时候 不小心已经被烦恼的渔夫 已经勾造了 生起嗔恨心 造了非常吉他的恶业 造了这种恶业之后 那么你不得不堕入地狱的路里面 感受无量劫的痛苦 所以这些堕入地狱的 根本的因应该说是嗔恨心 《正法念珠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众生堕地狱 轻因大嗔恨 因此我们在这样感受痛苦 一定要现在做起 要想到 看我以后 怎么样对待这个嗔恨心 如果我没有 很好地对着它 那么一定会是 放属地狱的痛苦 你的手 dans 这种状态 你持续感动给你看我一下 就是想到不想到那里了 是的 黄奈 我这种点赝尔 亚平 但是我们就会在这种状态 我以后是一种状态地狱的 在那边 现在让你们想到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说的 要破除对自己的情有 善恥等等 做一些障碍的人修安忍 这个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破对自己的情有 世间法方面做障碍的也要修安忍 这个也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 赞与无有利乐 别人对我进行赞叹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利益的 这种名声不要太执着的意思 颂文当中这样说的 所谓的名 不管一名中观 哪一个角度来讲是没有实义的存在 所以说 我们下面分析 所谓的名声和荣誉 对你来讲 在即生当中有什么带来 对你有什么样的福报啊 就是没有什么福报 真正的名声对你带来 人们所谓的福入东海 树壁南山 这样的功德真正带来 都是我们人人都追求名声 也是情有可缘 但实际上 你再有这么样的名声 你最后离开的时候 你的寿命 半天的这种延长 也是没有办法的 世间上的一些明星 个性 这些最后离开的时候 虽然有一定的名声 但是任何人也是没有办法抓住 没有办法握住 所以这个名声 对自己的福的长寿 也没有用的 然后所谓的名声 是不是对自己的强盛力壮 或者是对自己的身体 无病 健康等 有没有什么利益呢 也没有的 对我们的顺心 安乐方面 有没有什么呢 除了一些虚妄的执著之外 根本就是没有的 因此说 人们为了交进脑子 整天苦苦地寻求名声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愚痴的行为 因此当我们遭到了 名义上的损害之后 我们也是没有必要 心里面应该怎么想 就是受到诈风 没有名声最好 最好我是默默无闻地 当一个修习人才对 这样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打开了 过去的 好看 对 来分给 judge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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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